5 4 3 2 1 随着现场观众的齐声倒数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 玲珑塔上的数字1000照亮了夜空 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1000天 5月10号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活动 在奥林匹克公园举行 晚上八十许 冬奥会倒计时装置被点亮 现场气氛迎来高潮 倒计时装置搭设在玲珑塔塔身南侧4至7层 通过屏幕显示倒计时画面 画面从上至下分别显示为北京冬奥会会灰 冬奥会倒计时文字 倒计时数字 当晚北京市市长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 在致时中表示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是中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的到来 标志着冬奥筹办工作 迈入一个新阶段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活动中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支规模适度 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志愿者队伍 构建参与广泛开放包容 特色鲜明的志愿服务体系 保障奥运盛会圆满成功 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进步 活动上中国首位冬奥会冠军杨阳 冬奥冠军张红 中国首位冬奥雪上项目男子冠军韩小鹏 演员吴京 佟丽娅与青年志愿者共同发出 奉献冬奥 圆梦未来倡议 号召全球志愿者积极参与和投身北京冬奥志愿服务 这一刻 我们从鸟巢望去 2008的辉煌仍然铸刻于星空之上 相约2022 我们都是志愿者 相约中国梦 我们都是追梦人 相约新时代 我们都是圆梦者 北京 欢迎你 北京 欢迎你 和声音乐 冬奥 落声 特定监